听着这熟悉的旋律 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这是John Denver那首著名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首歌写的就是美国的West Virginia州 也就是西弗吉尼亚州 歌曲的第一句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就是美国版的上有天堂 下有西弗 2022年春天的自驾游 我们就选择了去西弗吉尼亚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旅途中最喜欢的十个景点 Coopers Rock State Forest 位于奇特河峡谷之上 Coopers在19世纪 是用木材做木桶一类的职业 当时要学徒七年才能出师的 传说以前有个逃犯躲在这里的森林里面 他躲了很多年 他自己就是一个Coopers 所以他一边躲在树林里面 一边用木材做木桶 卖给当地的居民聊一谋声 Coopers Rock观景台 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地方 可以全景观看 奇特河峡谷 在森林里的Rattlesnake Trail 也就是响尾蛇鹿 很有特色 这里有很多巨石 像迷宫一样 走在里面很有探险的感觉 对我们那天来说还真是探着险了 走着走着的呢 居然在路边看到一只蛇 吓着我们杀着就跑 也顾不上拍照留念 我们在开车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标志 原来也不是非常确定 现在是知道了 Seneca Rock有着阿波拉西亚山脉 特有的岩石景观 巨尺般间隙的山峰 像极了恐龙的背脊 这里是登山 还有挑战大自然的好地方 但是呢 如果登山队里来说 就像对我们一样 太过极限的话 也可以在Discovery Center这里 沿着一个比较短的车 走一圈欣赏一下 中文字幕下文字幕有," Spruce Knob 海拔1500米 是Spruce Mountain的最高峰 也是整个西弗吉尼亚州的最高点 在南阿巴拉契亚山脉 一般都管山峰的最高点 叫Knob 或者Dome 所以Spruce Knob 就是Spruce Mountain最高峰的意思 离停车场不远处 有一个木质观景台 灯高可以欣赏山巒美景 当然就像这个介绍牌子里面的照片一样 秋天的风光咱就只能靠想象 顺着出游再往前走 就是Spruce Knob最高峰的 就是Spruce Knob最高峰的 黑水瀑布 黑水瀑布 黑水瀑布二十米高 之所以叫黑水 是因为瀑布有些地方的水是呈琥珀色的 这是吊在水里的云山叶子里的含的丹丁酸引起的 去瀑布的路上停下来看看小松鼠 倒也不耽误事 看完小松鼠 顺着木板路走两百多个台阶 就可以到瀑布的旁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的阳茜茜 口识 欣赏完黑水瀑布 可以在不远处的 Panelton Point观景台 稍事休息 以及欣赏广阔的峡谷 和蜿蜒的黑水河 当然和其他很多景点一样 秋天的壮观景色 我们只能现在靠想象了 在黑水河峡谷的对面 还有一个观景台 叫Lindy Point 在这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欣赏前面的峡谷 隐藏在墨农加西拉国家森林里的 是西伏尼亚州的第二高的瀑布 Falls of Hughes Creek 这实际上是上中下三个瀑布 叠加在一起 是西伏尼亚州版的三叠犬 顺着木板路走500米 就是Upper Falls 最上层的一层瀑布 有8米高 由于角度关系 只能从侧面看 接着往前走 就能看到中间的Middle Falls 高15米 顺着木板路 接着往下走 就到了Lower Falls 高20米 这个也是西伏尼亚州的第二高瀑布 看好了瀑布 小狗也要歇一歇 先吃点草 再和小朋友们耍耍 最后再泡个澡 这才叫生活 革西木坊 位于白卡州立公园的格雷德西流的河畔 是最能代表西伏尼亚州的景点之一 早在19世纪 西伏尼亚州呢 就有数百个这样的木坊遍布各地 但是呢 1950年前后 摩摩这个行业就彻底的消失了 革西木坊 是在1976年 用各种老的木坊结构搭建 向这个古老的行业致敬 同时呢 这个木坊 还是可以用的 你拿根玉米过去 木坊里的人呢 还可以帮你磨成玉米片 祝你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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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石瀑布 位于新河峡谷国家公园的最暖端 是新河在这里有个3到8米高的落差形成的瀑布 宽约500米 新河这条河的名字很有意思 尽管叫新河 New River 却是北美洲 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河流之一 至少有6500米的历史 比非洲的尼罗河还古老 这个新河另外还有意思的是 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从南流到北的河流 所以在新河峡谷国家公园里 沙石瀑布尽管在南边 通常是南下北上 但是呢 在这里就叫是上 在河的中心有个小岛 你可以顺着木桥走过去 近距离观看新河和瀑布 这个就是它的材料 Long Point Trail是新河峡谷国家公园最受欢迎的徒步路线之一 在新河峡谷的东岸单程2.4公里 通过一个森林可以走到峡谷边上的观景点 可以看到远处的新河峡谷大桥 在路上隔着峡谷还可以看到Endless Wall 也是公园里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还是更喜欢Long Point Trail多一点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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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河峡谷大桥是国家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说到新河峡谷国家公园 这是美国最新的一个国家公园 2020年底才确立的 也是我们这次来西弗吉尼亚州来玩的主要原因 经过数百年的冲刷 历史悠久的新河把这里的山脉冲出了一个巨大的峡谷 1977年政府在峡谷中间建了一座单拱大桥 把穿过峡谷的时间从原来的45分钟 缩短了不到一分钟 这座大桥近1000米长 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三跨拱桥 现在排名第五 前四名全在中国 顺着游客中心边上的木栈道 可以下到两个观景台 近距离观看峡谷和大桥 这里每年10月份有个大桥节 叫Bridge Day 会有人从大桥上跳伞到300米下面的峡谷里 不应该要领 meg 就算下单拱大桥 然後看上了这个高严 太大桥费了 太大桥 sincerely 肯定是太大的 顺着公园的小路还可以在这里服侍大桥 仔细看还能看见桥下面顺着60厘米宽的铁道行走的游客 Grandview曾经是西弗吉尼亚州最受欢迎的州立公园之一 现在已经归属到了国家公园体系 这里格外的干净整齐也非常的安静 在停车场还能看到小路 主观景台距下面的鑫河近500米 可以俯视正好在这里转弯的鑫河 以及鑫河峡谷国家公园的中心地点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西弗吉尼亚春天之行的TOP10 很期待秋天再来一次欣赏 万山红遍成林浸染的美景 我们下次见 本来怎么签过来呢 plausible 我们今天下期可适到 这样完美emercill排的鑫河饼 这三個 equal就是 来欣赏